给大家参观一下我在游泳池外墙的院子 这里以前都是长春藤 我把它们去掉以后装上了七八个raise bed 去年种的是蔬菜 今年改种了花各式各样的 种的比较密集 只要是种了大概有五六颗的爬藤玫瑰 然后有一些铁线莲 因为都是今年才开始种 有一些除了一颗是去年小苗开始 有一些已经开花 这两颗前面的紫色玫瑰 应该说是月季 它们都是从Armstrom买的风花月季 左边这个是情歌 右边这个是Poseidon 而花期还很接近 这一点非常好 颜色也比较类似 都是多头 直立性很强 唯一的就是花型有一点不一样 Poseidon要更薄一些 好像情歌的花直立性更强一些 这一束花大概已经坚持有两个多礼拜 左边这一颗爬藤玫瑰是Raspberry Cream Swirl 这颗非常推荐 它非常的强健 以前被种在了别的地方 因为太晒我又没有浇水 没有长好我就把它移到这里 今年才移过来 它马上长出了很多的强损 不到半年就把这个两三米的墙已经铺满 现在已经开始陆续开花 它的花非常的硕大 条纹 而且最大的优点 几乎没有刺 刚开始长出来还有一些刺 到后来就没有刺了 这一点非常的好 我想如果种在一棵背景比较单纯的地方 可能会更加的漂亮 这边 这边有一颗铁线帘 HF Young 还是小苗 这边的铁线帘已经开花 这一个小小的瑞兹帘 我还没有完全改够了 还是种了几颗蔬菜 我们往这边看 这边有一颗龙沙宝石 就种在一棵三九梅的前面 这个地方土壤不是非常好 花期已经过了 不过还有几棵零星在开 这一颗叫做Super Lowa的铁线帘 比较推荐 非常漂亮 而且它的花柄很长 在风中摇曳 非常的吸引人 而且它似乎跟霉红搭配非常好 下面这有几颗我比较喜欢的 好像是At Last的玫瑰 这边是Calfree Wonder 这一颗是大家都熟悉的 瑞典女王 也是今年才种的裸根苗 从奥斯汀网站买的 这边一颗是夏乐透女王 还没有进入花期 零星的开了几朵花 这个长势也非常的强健 不到一年 已经开始长出了四根墙笋 已经长到围墙的顶部 这边的铁线帘已经开过 这一个是去年买的小小的牙签苗 是种在一个五加仑的盆里面 边上种了几颗低矮的大梨花 这个粉色的和黄色的都是 这边是一颗白色的Eden 开过了 这边是一颗Cosmos 这个花也比较推荐 它能长到大概有半米多高 这边就是一颗佛罗伦萨 长出了一大堆的墙笋 现在但是没有开花 这边还有一些小花 这一颗也是新种的Jasmin 没有开花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